不过陕西人 听说对高刚还是 很有特别的情怀 其实也不一定特别的情怀 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利用 家乡的哪些名人出来 搞搞理由经济 搞一个 往上里要一些什么 特别的优惠政策 我听说高刚 在家乡就有一块很大的 纪念碑 写到高刚是不是 我们的陕西老乡 我们的秦国人 你们陕西是不是这么回事 在高刚是不是有特别的 经济活动 高刚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 奠基人之一 刘志丹 谢子诚 高刚 闫红彦 习仲勋 这些人在中共 历史上真的都 很不得知 但是我也猜一句 这个跟胡乡人搞胡乡人差不多 你们陕西人是搞陕西人的 你们刘志丹和那个 斜子党不是打的头部解刘吗 包括现在他们还在打呀 这个黄二代也是在 那个是后人 不好讲 因为在当时是怎么打 好像还看不出来 第一代之间还是合作关系 还是合作关系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 怎么合作关系啊 你当你老毛跑到东北 跑到西北 就救了这个 习正村 那是谁把习正村抓起来的 那个是那个徐海东啊 徐海东啊 谢子长死得早啊 跟谢子长没关系 我不讲还我不讲谢子长 对 我就讲陕西当时也斗得很厉害 你讲那个陕北 陕北和女帝 它基本上就是 这个陕北人和关中人的事 这个没有想谈什么事 没有想谈什么事 因为你这个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西北帮 实际上他们这些人 那个命运真的都不好 你看盐红燕死于非命 这个这个叫什么 刘志丹也死于非命 这个高岗又是自杀 是吧 提仲勋也是一生不得志 这是不是跟那个关中人 或陕北人的个性 也有一定关系 我不知道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就因为是根据地 发源地 老毛从那发源出来的 所以才不能让他们得失 对 因为你这个 对党的恩情太大了 所以这个 无以回报 陕北就中央嘛 陕北就中央 必须打压 必须打压 老毛为什么终生没回延安 那个地方 你人情太大了 没法回 无以回报 怎么剿灭了 我找一个 搞一个历史小查去 是谁说 这个小说 发明是 反党 没有小说反党 所以康生啊 康生写 康生就是接到谁的指令呢 谁的啊 不知道 湖南人呢 也是跟湖南人差不多 湖南人 有湖南人在中国 亡不了 我应该这么说吧 跟哪人没关系 跟共产党有关系 不是这个 你要说到陕西的话呢 还这个中国文化 还真是跟陕西 这个关系太大了 你从那个 周到秦 就基本上 如何法这两系 都是从陕西出来的 这个确实是 这个得说 当然看角度了 你要是自豪的话 你说看 跟陕西都有关 也有不自豪的人说 都是让我们陕西人祸害的 这也有这样说法 咱们回到 因为当时候 把这个刘志弹的这个小说 伸给大家拯救意见 那集中因为 延后宴呢 就是你们西北 重要的领导 又是昆明 这么重要的指示 然后就发给他了 结果没想到 林宏叶 林宏叶 就赶紧密报 给台湖投资康生 康生写的个条子 另一小说反党 是一大发明 毛泽子都把它印出来的 对 就成了最高指示了 对了 我是用铁的事实 告诉这个 这个 珍珠光 小心你们陕西人 好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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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威严大义 里头这个话一声 回头慢慢思考去 你现在说到 这个齐心送那个花圈 这个事 赵紫阳去世的时候 这个齐心也送了花圈 而且讲的是邪子女 把习近平都放进去了 所以这个 我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告诉你 同时放两个人的花圈 这是罕见的 齐心 曾赵紫阳的我当然知道 因为他一边是齐心 一边是习远平 是有特别用意的 你说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习远平用意是什么呢 习远平更多的意愿 是代表他歌 因为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没有写这个写子女 不好那样说了 不能写了 现在 对 所以这个 你像赵紫阳那个追悼会 邓立群是去了的 所以这个不排除 就是政见上的这种不一致 不排除 对政治对手表达 这个敬意和尊重 咱们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说 为什么高岗没有得平反 刘少奇平反了 彭德华也平反了 他们都是湖南人 我觉得跟湖南人没有关系 主要是这个高岗这个事件 他牵扯的人太多了 牵扯人太多了 他是1951年自杀身亡 在他这个事件上 54年 54年是吧 53年还是54年 53年 我只是这个 想的是53年 说成51年了 所以你在这个事件里头 毛是用他作为这个 棋子去挑战了这个 刘和舟这个系统 对 那么刘和舟这个系统呢 因为是 他们合着 低毛又把高岗的灭了 当时的武马进京嘛 是吧 两个邓 邓紫辉 邓小平 高岗饶术时 还有一个习近习中勋 那就是分那个 刘和舟的权的 这很清晰的 是老毛用 这个秦王部队 是吧 从这个地方 封疆大力调上来 就是要 就是要削他们的权呢 所以高岗又是 炙手可热的 纪委主任 是吧 高岗的资历 也够可以 因为他在这个 一个是 闪干经边区的 缔造者之一 另外一个 还是这个 东北的这个 人民主席啊 人民政策主席 是两个主席 一个毛主席 一个高主席 这高主席 还是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 这这么 可以说资历是很硬的啊 这个 这个彭德怀讲的 这个 抗美援团 后方就靠高岗了 而且高岗 这个东北 又是整个 全国胜利的一个 一个 一个重镇 如果没有东北 解放军啊 没有一野 没有高岗的一个支持 这个不可能存在 1949年这个 老毛在天安门 成了去挥手 这件事 所以高岗这么 资历很深的一个人 他进了 五马进京 他一个头马 他一个头马 他对刘邓 对这个刘 刘州体系的这种 应该挑战 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在事后上来讲 平反刘 平反彭 那就不可能 平反这个高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陈渊也起了作用 当时 主要是 刘 这个邓和 陈 所以在 所谓这个 80年代 平反 这个热潮中间 没有他 刘少奇可以平反 因为就是要 当时就是要 清算毛泽东 清算毛泽东 这个气场还都在 是吧 不把毛泽东 清开 实际上就是为了 把华国锋 他这一戏 拿开 要必须清谋 在这个时候 把刘弄出来 把彭德怀弄出来 都可以 但是你要动高岗 那就动到刘 动到这个 陈云和邓小平了 所以 我插一句 徐彪 揭发高岗 就是陈云干的 对 对 就是这个轮流 轮流作章嘛 对 所以这个 党内这个斗争啊 也真的是很低 很低级 他们这个 我看那个庐山会议 李瑞回忆的时候 那个 那个有的人就 周旗以色要去打 彭德怀 有这样的 这个 这一句啊 还有人 是那个谁 刘亚楼 揭发这个高岗 说高岗这个 李通 这个苏联 高岗说 这个说 说谈了三天三夜 跟苏联 高岗说 我连俄语都不会说话 你不胡说吗 是吧 但是这样的事情 真的就是就是很难看的 你在这样里头 把这些丑事 就小冬说的这些丑事 这些丑事揭发出来 在八十年代是不可能的 因为 这个 这个邓小平 赵紫阳说的两个半婆婆 两个婆婆 一个陈云 一个邓小平 就要把他们揭出来 这是做不成的 那到了他们两个 在九十年代都过世以后 那是不是就 该动一动了 因为在历史上 胡耀邦 也想 想动一动 他 胡 这个胡锦涛也要 给高岗也要 做一个什么结论 就把他称为同志了 江泽民时期没好话 江泽民说 因为他是自杀的 他是自杀的 那你就是反党 你自杀了 自决欲 这个 党和人民 但是你在这个 习近平 应该说 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 那么好的一个关系 而且都是 习仲勋是受了 高岗事件冲击的 但是 他为什么不能动 就是我 我的看法 就是因为 他要一动 每个时期的历史 都得改 文革17年 这整个 刘邓 周 怎么说 在这高岗事件中的处理 对不对 你前面 否文革的时候 这个高岗早没事了 他五三年的事 所以在建国初期 可能整个这个 这个建 就是 建党的时候 这个主要的领导人 全扯进来了 你看当时这个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陈云 邓小平 你全能扯出来 那还有谁啊 一个朱德是没事干的 打酱油的 一个林彪 到现在也没平反啊 林彪为什么不得平反啊 同样的道理啊 你要碰林彪 也就碰到 碰到这个 整个 这个 周恩来啊 陈云啊 这些 你都交代不过去 所以我的看法呢 就是 高岗这个 政治上 可以生活上 这个家人可以生活上 政治上真的是 碰了以后 这个 会有 这个爆雷的感觉 所以 我想 习近平可能 主观上是非常愿意 但是呢 想一想 这个政治上的后果 就是 小冬刚才讲的 他正捧毛呢 再把毛 再黑一道吗 如果给高岗 这个 反党集团 太平反了 实际上这个 这个高岗 这个反党集团 是应接的 高柔什么反党集团 这两个人还有矛盾呢 但是毛泽东 硬给他们弄在一块 就是为了 这个平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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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这个 刘和周嘛 为了让人家 平息人家的这种 怒火啊 还是或者说 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要向毛 向刘周妥协 就只好把高岗牺牲了 那 那这个 很清晰啊 就是他是被毛 刘周 包括陈云和邓小平 一起埋的一个人 你 现在习近平怎么弄他 习近平可能非常想把它弄 想把它这个平反了 但是平反以后 这个共和国的这个 基业 就 这个基石就有点不稳当了 嗯 那你的观点和这个 胡平先生的观点 比较接近 对吧 我和小农的观点 很接近啊 你们三个月太接近了 太有问题了 哈哈 你有问题啊 你跟 你跟人民群众脱离了 我们开议讨会的目的 就是要尽可能 有不同的角度 没有问题 也要找出问题 结果你们搞成 本来有问题 你们变成没有问题了 嗯 但是我就 不太理解 就是 我不太理解 就是说 皇帝啊 在中国传统上来讲 父亲都要干一点坏事情 把一些大臣给抓起来 嗯 对不对 然后呢 新皇帝一上台 就一般都要平反 因为这样的话呢 能够得到民心 对不对 他觉得哎呀 这个皇帝怎么样 新皇帝怎么样 但是为什么习近平就不这么干呢 如果他把当时全部 给抬发了 那不他就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吗 现在不叫新时代 叫习时代 是吧 不是 就是叫新时代 那新时代的意思是说 要埋葬一个旧社会 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 那习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我还是不理解 哎 你问的太好了 你问的太好了 因为习啊 在他上台之初的时候 他是有各种选项的 他是有各种选项的 而且他很喜欢普京啊 对不对 他也表达过和普京的这种 说我们是同一类人 但是普京是什么人呢 普京是 你要走到普京那一路 你得有一个蒋经国 有个戈尔巴乔夫 还有个叶利钦啊 所以这个路径太长了 那即使习近平有这个心 这个事还早啊 嗯 好 普京先生 刚才抱歉 我引向你一句话 他这个事就是 当然至于皇帝 他 可以 新皇帝上台之后 可以把老皇帝 做的一些措施 都纠正过来 至少他 另外他有的东西 他也很纠正也很简单 有的他会相互平反 重新评价 有的他不需要说 他不用的人 要重新用就完了 没人会追究 你老子为什么不用 你来用 你重新启用 这种情况是很长 他不需要解释 皇帝过去做什么 他有这么一个辩的 不需要解释 包括新皇帝呢 你既然是靠这个血统 靠你们这个军权神兽的神话 上了台 你的合法性本身 也不需要通过很多事情去解释 因此呢 他也不担心 嗯 就是纠正他前任 他老子的错误 会影响他自己的合法性 而你现在共产党 他有这么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时候连在一起 他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当时反 要否定毛那么困难 就是说 那毛就是党啊 你要不否定毛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苏联否定斯大林 前面还有个列宁 那是党的 他都 所以他都有多一重考虑 对于否定前任的错误 他会从现任的 他的合法性的角度 他会有这种 多一层顾虑 当然有些事情呢 我想第一 我们不要把解释太那么 呃 太合理化 也就是说 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么多年了 他要是当天 当时选择了给高岗平反 也就平了 呃 也不见得就出什么事 也就是说 现在一直没有平 呃 当然他肯定这里有个权衡 他平有平的好处 平反有平反的好处 不平反有不平反的好处 呃 这中间并不是一个 好像只能这么做 不能那么做 那么做就要捅出大楼 他也不会到那个程度 换言言之 如果当年当初 习近平就给他平反了 就有宣布给高岗平反了 也就那么回事了 换言 所以我们对这个 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给高岗平反 也不要去从理论上 找出那么多理由 他必须得这么做 他不这么做就不得了了 其实他不至于 我想这个问题 不至于那么 有那么严重 呃 这是 那现在当然 从总的来说呢 就像我 就是我 我们刚才几个都 大家都看都比较一致的 就是 他就过来 让他觉得 他现在他还是需要 他虽然在很多方面 呃 对毛 对邓 更不用说对江湖了 做法都有 有所不同 但是尤其是和毛和邓 啊 那么这两个 他还是 作为他的先王 啊 他还要 表示对这两者的 这个继承性 不宜 从他里叫不宜 就不 否定过多 啊 所以他一上 一上他就讲 不要改革 改革国后三十年 否定前三十年 不要前三十年 否定后 他都表示这么意思 也就是他 他希望能尽量的 保持一贯性 而不要就是 对前任的事情 否定 过多 或者是有些事情呢 你可以实际做法不一样 但不要从理论上去加以修正 因为从理论上加以修正 你本来的理论就已经自 已经就说不圆了 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了 你再去改 搞一个 那这个那个东西 就已经就好像改了个无数遍的一个 一篇文章子 改的面目全非了 啊 那这就很心麻烦 那不如我们就不 当年邓小平他提不争论 他也是一出不一起 都是这个意思 知道我们中间是一笔烂 这样说不清的 我们不扯到好了 越扯越麻烦 越扯越 所以他就 他就这么带罪 就能过去就过去了 这 我想 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 我觉得这是跟习的那个 他自我定位有关系 如果说他是 本来是想既往开来一个定位 那 那 他就说我唯我独尊 我给谁平反都不是问题 但是他现在定位是 他是守江山的 你 那守江山的人 你替谁守啊 对不对 谁开拓的江山啊 就是 毛流舟 陈邓 这些人开拓的江山 那你一个高岗事件 把毛流舟 陈邓 全给晾了 那他守什么江山 所以 他给自己这个底气来源这儿 那他不能自己自己跟自己作对啊 嗯 我 我想加一点看法啊 你不是加一点看法 你做整个性法 你 不 不总结 这个我只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是在做理论讨论 我觉得 大家都忘了 当年习近平上台以后 是什么局面 那是腥风血雨啊 荣他坐在那儿来回的讨论 是平反这个有多大影响 那个有多大影响 当时他是桌子都快掀翻了 人 这个军队的军权 两个上将都等于差不多 都快跟他叛变了 这种局面下 他在收拾局面 稳住正脚 然后想办法 让齐山同志帮他抓人 整人 弄得全国上下是 这个这个风声鹤唳 是在这种局面里头 你想想看 那局面处置起来 难多了 相比之下 平反一个李立群的丈夫高刚 不算什么重要的事了 你要放在那个大背景去想一下 就明白了 你李立群要怪的话 别怪习中勋了 怪周永康和那个郭伯雄他们 是他们把谁给搅得稀赖 我再向这个陈小龙不是表示敬意 为什么呢 正好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所以我再表示敬意 因为我所了解的习近平啊 通过各种途径 尽可能去铺足他的真实的这个思路 比如说有些问题他明明可以做 他为什么不做 我就不可理解 后来人说我枪杆咱们拿到手里了 枪杆咱们拿到手里了 刀帮咱们拿到手里了 刀帮咱们现在开始拿到手里了 现在说下一步还笔杆咱们拿到手里了 在极杆咱们拿到手里了以后呢 说二十大以后再说吧 这应该还有好几年了 而且有人说 根据以前的看法 也不知道二十大会做什么 所以现在但是至少呢 印证了您刚才的说法 对于习近平来讲 权力稳定 是第一位的 他认为他没有稳定 很多事情根本不需要做 也做不了 这个也是呢 这个陶杰先生的一个看法之一 而且对于他来讲 好像反正高光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 你说对于他来讲 得不到太大的好处 对吧 如果你平反高光能够使得到巨大的名誉 哪怕是不值得平反 他可能也平反 但是如果说你高光平反 没几个人知道 对不对 那你给他平反意义不大 而且还得起了党史 除了高光还有林陋豆豆 林家 也一直在给林彪卧旋 实际上客观上 好像给林彪 这种恢复名誉了 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绝对不会有正式文件 对啊 对啊 那我们今天大家还有 各位学者还有什么看法吗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